大家好,那么这节课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卷积神经网络 那么这个卷积神经网络要比咱们上节课讲的这个神经网络稍微复杂那么一些 因为咱们今天讲的这个网络它多了一个卷积层,还多了一个齿化层 那么下面咱们就来说一说咱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卷积神经网络 它的一个模型架构是长什么样子的 那么首先还是咱们之前讲的那个mainness的数据集 咱们的data还是咱们那个mainness的数据集 咱们的这个数据集还是一个n乘上一个784的 然后这个数据来之后咱们先让这个数据通过一层卷积层 也就是说咱们的第一层是一个卷积层 咱们有一个conver1代表着一个咱们的卷积层 然后在这个卷积层上咱们是不是说要做这个卷积 咱们需要指定一些参数 第一个参数就是说咱们需要指定一个filter 比如说一个F1 咱们让这个filter它是一个3乘上3的 然后咱们这个filter其实它不光有一个长和宽 它还有一个深度 那它这个深度等于什么 对于咱们当前的数据来说 咱们现在mainness的数据集它是一个灰度图 所以说咱们现在数据是一个28乘以28再乘以1的 那么对于咱们的filter来说 它就是一个3乘3再乘上1的 咱们要保证就是说咱们filter最后一层的深度 和咱们当前现在连的这个输入的深度是保持一致的 然后呢就是说选完filter大小之后 咱们是不是还要设置一个filter的个数 咱们让这个经过第一层卷积之后 咱们希望得到这么64个特征图 也就是说咱们现在选择64个filter 当做咱们第一层卷积之后的结果 咱们第一层卷积完之后咱们要干什么 咱们要经过一个直化层 也就是说卷积完之后咱们立马来个pooling pooling1 这个pooling层呢咱们也是需要指定 咱们这样一个窗口大小 咱们给它指定一个2x2的大小 也就是说咱们在这里要做一个maxpooling maxpooling的范围是一个2x2的区域 这个pooling完之后呢咱们再连一层卷积 咱们今天这个层的结构稍微多一些 咱们再连这个conver2 这个conver2它的卷积 就是说这个f2还是咱们3x3的 还是这个3x3 但是大家这里需要注意点 就是说这个3x3之后再乘一几 咱们刚才是不是说过了 咱们这个filter的一个深度 是要跟咱们上一层输出的一个深度 或者说咱们当前这个层的输入的一个深度 是保持一致的吧 那么咱们上一层是不是说咱们要得到64个特程图 得到这64个特程图 就是说咱们当前的一个输入是一个深度是等于64的 所以说呢这个f2filter它就是等于一个3x3再乘上一个64的 咱们在这里希望咱们这个第二层卷积得到128个特程图 所以说呢咱们有128个filter2 做完了这个第二层卷积之后啊 咱们还是再来一个pooling啊 咱们做这个pooling2 这个pooling2跟这个pooling1啊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还是啊咱们做一个2x2的maxpooling 做完了这个两个卷积两个pooling之后啊 咱们就要让现在得出的结果去连上一个全连接层 这个全连接层的意思啊 就是说通过咱们卷积和迟化啊 咱们卷积和迟化得出来了这么多个特程图嘛 咱们要把这个特程图啊 稍微总结一下 总结成一个向量的形式啊 咱们的向量现在长多大呢 咱们的向量现在是一个1024啊 咱们希望得到这么大的一个向量 得到了这个1024向量之后啊 这是咱们的全连接层的第一层啊 FCE 全连接层的第一层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要点一个全连接层的第二层啊 FC2 那么这个FCE啊 相当于帮咱们把之前特征进行了一个总结 那么这个FC2呢 就是真真正正帮咱们去完成分类的这个任务 所以说啊这个FC2啊 它就是等于10的 那么现在啊 咱们是不是已经说完了 咱们这个接下来要做的这个网络结构的模型了 那么下面咱们就依照着这个模型 去初始化咱们网络需要的一些参数 咱们的这个数据加载啊 跟之前一样 这里啊咱们就不说了 那么下面啊 咱们重点来看一下咱们的参数的一个初始化 咱们该怎么样去做 首先啊 还是这个Ninput的啊 就是说咱们的数据啊 还是像素点是784个 然后呢咱们还是啊要做这么一个十分类的任务 这里啊咱们关注一下这个权重项 还有咱们这个偏执项 这里呢咱们来看 它的权重项有WC1 WC2 还有这个WD1 WD2 分别啊表示着咱们卷积层的参数 和咱们全叠结构层的参数 那么接下来啊 咱们就一个一个的来说一说 那么先说啊这个WC1 WC1啊就是说 咱们首先啊要把咱们第一层的一个卷积层 来做一个参数的初始化 咱们来看 咱们现在啊先看里边这个参数项 这个参数项是一个33164 那么分别啊咱们来说一下它们表示的含义 咱们来说啊就是说 咱们用TensorFlow 咱们用TensorFlow来做卷积的时候啊 需要啊按照这样一种格式 什么格式呢 就是说 这四个数的顺序啊是有说法的啊 比如说第一个数啊就是说 它这个3指定了咱们Filter的一个H是多大 那么第二个3呢指定了咱们Filter的W是多大 那么这个1啊指定的咱们当前这个Filter连接的输入的一个深度 因为啊咱们的输入是一个灰度图吧 所以说它的深度是等于1的 这个64呢就是说 咱们这个Filter啊 它的一个output channel 也就是说咱们最终啊想得出来多少个特征图 刚才说了咱们是想做64个特征图吧 所以说这里啊咱们就写64啊 最后第一层卷积完之后啊 咱们就可以得到64张特征图 那么这是啊对于这个WC1 那么对于WC2来说呢 前两个还是咱们的一个Filter的H和Filter的W 这个64啊咱们来看这回不是1了吧 这个64什么意思啊 这个64就说明咱们当前第二层卷积连接的输入的深度是64的 因为呢咱们得到了64个特征图吧 所以说啊第二层卷积咱们连的一个深度啊 它是等于64的 128呢是说啊咱们第二层卷积的一个输出的深度啊 是有128个特征图的 这个WD1啊还有WD2啊 就是咱们的全连接层 在这里呢咱们全连接层啊 再看啊全连接层 第一个全连接层 有一个7乘7乘以128 这个数啊好像不太好理解 那么这个7乘7乘128 这个数啊是哪来的呢 咱们啊就要通过啊 咱们刚才这个模型来去看一下了 咱们啊首先来从输入说啊 咱们的输入是一个28乘上一个28大小的吧 那么对于一个28乘以28大小啊 咱们大家还记不记着 咱们之前啊在理论课上给大家讲过的 就是说一个输入来了 咱们该怎么样计算出来它特征图的大小吧 该怎么样算是不是用H或者是W啊 减去filter的H或者是W 然后呢再加上2倍的padding 再除上一个strad再加上1啊 那么对于这里边来说啊 咱们就可以啊咱们简单来算一下吧 咱们现在是一个28 减去啊这个filter filter的几啊等于3吧 再加上2倍的padding 加上2 然后呢再除上一个1啊 strad等于1的 这里啊刚才忘说了 再加上一个1等于多少啊 还是等于28的吧 也就是说呢咱们这个卷积层啊 实际上来说 它是没有减少咱们图像的一个大小的 那么图像 图像的大小在哪减少呢 是在这个pooling层吧 pooling层是怎么减少的 它是不是说啊 要对这么一个2乘2的区域 咱们来看 这样一个2乘2的区域 pooling完之后啊得到什么 得到了一个1乘1的区域吧 那么从一个2乘2到一个1乘1 是不是说啊 咱们的h相当于原来的1分之1 然后呢咱们的w啊 也相当于原来的1分之1了 那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这个特征图啊 减少了一半吧 也就是说 经历完第一个pooling之后 它是一个多大的 它是一个14乘14的了吧 第一个pooling完之后还没完吧 还有第二个pooling 第二个pooling完之后啊 得到了多大 得到了一个7乘7的吧 所以说啊 咱们最终一个大小多大 是一个7乘7 再乘上一个128的吧 大家不要把这个128忘了 因为咱们现在最终啊 得到了128个特征图吧 所以说啊 咱们通过第二个pooling完之后的结果 是一个7乘7 再乘上一个128的 咱们啊 全连接层要干一干什么事啊 要把这些特征图 转换成咱们一个向量吧 转换成一个1024倍的向量 那么这个该怎么写呢 咱们啊 就需要把它的一个全中参数啊 写成一个7乘7 再乘以128的 也就是说 前面多大 需要按照咱们刚才计算好的 这样规格写出来 转换成多大向量呢 这个咱们可以自己进行一个定义啊 这是第一个全连接层 第二个全连接层啊 是不是说咱们要把这个向量 咱们要对这个图像 进行一个分类任务了 所以说 它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一个noutput吧 也就是说 做一个十分类任务 那么这个1024啊 就是说 它前面连的啊 它前面连的是这1024倍的向量 所以说 这里啊 咱们就写成1024啊 再写成noutput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啊 咱们还是进行一个高色处置化 这里啊 咱们可以指定一些 咱们的方差项 那么这里啊 咱们就完成了一个全中向的处置化 全中向的处置化完之后啊 咱们就完成了 一小部分了 那么下面啊 咱们再来说这个偏置项 偏置项处置化 稍微简单一些啊 因为 比方说啊 咱们这个第一层卷积啊 就是说这个BCE 它等于多少呢 咱们啊 因为咱们是做64个特性图吧 所以说 咱们就会有64个小片质项 咱们这里呢 就要构造出来 这样一个64个BCE 然后呢 BCE有多少个啊 BCE有128个吧 那么对于这个全年阶层来说啊 你有多少个 你有多少个神经元 或者说 连出了多少个向量 咱们就需要有多少个这样的BD1吧 所以说BD1是等于1024的 然后呢 这个BD2啊 它就等于这个10个吧 这个都没有问题啊 跟咱们之前啊 讲神经网络是差不多的 那么咱们现在啊 是不是已经完成了 这样一个参数初始化的工作了 完成了参数初始化工作之后啊 咱们就可以来进行 咱们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 咱们要做这个 卷积加迟化实际的操作了吧 咱们就去那里面